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最近520 那我們看到蘋果日報 有針對政府施政滿意度 做網路的民調 居然有高達6成民眾不滿 那網友就是說 3D在兩天之後 也對一樣的問題 進行了民調 結果這個網站 突然之間顯示維修中 我們看到的確 3D94要民調 做的這個題目就是 蔡總統執政六週年 請問你滿意嗎 結果沒有想到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不滿意的 衝到也是跟蘋果差不多 差不多七成不滿意 結果之後呢 你就看到出現的都是 什麼網站維護中 目前可能故障 耐心等候 可是說也奇怪 3D的其他民調 還是可以正常投票的 所以網友就說了 蘋果的民調 不滿意 而是59.5% 三立隔兩天在做 事實上可能是想要搬回一城 結果就出現這個情況 甚至要做一開始的時候 跟蘋果一樣 不滿意的人衝到那麼高 所以就直接告訴你 網站維護中了 好那蔡英文的這個施政滿意度 有六成的民眾不滿意的 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說這個民調數字不好看 可是好像陳時中更難看 好陳時中呢 真的從過去的 你看八成四的滿意度 跌到了七成 那麼最新在520之位的這一次呢 已經直接達59分 不及格了 好所以 此時此刻的蔡英文 是不是很擔心 會被陳時中拖累啊 所以呢趕快切割 因為畢竟陳時中現在的政治行情呢 一落千丈 凱翔 就是兩岸一家親啊 兩岸一家親 紅共跟綠共一家親啊 對岸的國家主題叫做習近平 台灣的總統叫做蔡近平啊 就禁止評論的評啊 所以你投什麼 你投個屁啊 把你屏蔽起來 你都不要投了啦 就是蔡近平好不好 蔡近平總統 OK 恭喜你 恭喜你就是兩岸一家親啊 我覺得其實 其實大家真的就是也不用 也不用現在反映的民心 當然都覺得你防疫做的 真的是有夠懶的沒錯 確實是這樣子 然後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你過去你很多 講到說台灣防疫多棒多棒 都是喜歡拿國外那些 哇你看那麼多人確診什麼的 現在發現台灣確診人數也是這樣子啊 只是早來跟晚來 你晚來還比早來的更糟糕 因為早來的時候 大家全世界都不知道 怎麼應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所以呢就有一些慌亂跟手足無措 結果你都已經看別人表演過一次了 你還在慌亂跟手足無措 那你不是加倍該死嗎 這確實是這些官員 都應該要付出很重的代價 可是你要說民進黨就倒了嗎 沒有啊 你沒看今天同一份民調 差不多這個 今天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裡面 像冠勳等一下有點難這個 他要坐立難安了 國民黨的表現比民進黨更爛啊 更爛啊 摔得更重啊 所以你覺得民進黨死了沒有啊 因為國民黨已經在旁邊切副啦 已經在旁邊切副啦 然後現在這個帶著官盔往前衝 衝到今年7月底8月下旬的時候 等到疫情過去了 大家國門一開 然後馬千惠要去韓國玩了 然後我們要去日本吃喝牛喝清酒了 國務生平 民進黨又回來了啊 又活起來啦 這就是台灣的悲哀跟現實啊 就是這樣子啊 你以為咧 你以為會怎麼樣嗎 根本就不會怎麼樣啊 這是台灣最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下半年 會發生的場景啊 但是這是對的嗎 這對民主跟 對台灣的這個公共政策是有幫助嗎 當然沒有啊 所以每個人其實真的 你必須要仔細去思考一下 所以台北市不太可能掙錢換將嗎 因為大家都講說這個火 如果燒到蔡英文的話 蔡英文英系要挺也挺不下去了 陳時中 第一個不會啊 因為疫情可能在7月底會逐漸平息 至少平息到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然後呢年底這個國門一開 大概回復 馬照跑舞照跳的時光 那個時候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負貧存在嗎 而再來是 再來是 英系叫 民進黨的提名裡面的 政治運作成分非常之重 英系 提陳時中 不光只是民眾聲望的這個角色 還是還有這個派系未來的存續啊 英系叫陳時中 當然那先受到實際的利益 只管你民心啊 管你民調數字高低啊 這是實打實的利益啊 不給陳時中難道停的贏家樓嗎 那不是被政國會拿去了 所以這些因素 加在一起 陳時中保證 年底會出現在 台北市長的選票上 至少到現在為止 除了發生什麼黑天鵝事件 我們無法預測 不然保證 台北市長 保證耶 就是陳時中會選 基本上 我是贊成凱翔的意見啊 你要換你要換誰 哎呦啊 陳建仁 林佳龍啊 鄭麗君啊 不要鬧 現在陳建仁形象比陳時中還要爛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叫胡說八道到了極點 昨天 哪有民法上下都引用他的金科玉律耶 引用他的金科玉律 昨天陳時中又打他臉了 你忘了嗎 陳建仁不是在拍個影片說我們台灣好得不得了 一月到現在死亡率只有萬分之三 就昨天陳時中又講我們死亡率現在萬分之六 立刻成長一倍 所以陳建仁現在其實 整個名氣比陳時中還要差 而且我說真的在政治 在玩弄政治這一塊 陳建仁遠遠不是陳時中的對手 陳時中過去也許不怎麼樣 但他經過這兩年都來每天下午兩點的表演賽 他已經變得完全一隻老狐狸了 他現在可以唾面置乾 你怎麼罵他那面不改色 你知道然後還可以 用那種很奇怪的邏輯慢條事情跟你胡說八道 所以陳時中在這一點選舉的手段上 遠比陳建仁厲害得多 那林佳龍當然也不是好惹 林佳龍也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 林佳龍就不是蔡英文要的人 就是英系認為陳時中才是他們要的人 他不可能丟給林佳龍 你丟給林佳龍的話 其實不只是英系不答應 新潮流系也不會答應 書系也不會答應 所以林佳龍早就已經出局了 鄭麗君根本想都不用想 為什麼他很努力耶 鴨子滑水耶 拼命 他努力 努力個頭啦 他鴨子滑什麼水 這個就是當年說台電藏電的那個傢伙 是啦 他現在還敢出來 他光是被人家問這句他就倒了 我講實在話 所以 鄭麗君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從頭到尾鄭麗君就是個煙霧蛋 我不知道他自己認為自己會不會有機會 實際上他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有機會過 完全沒有 包括之前不是還有傳林佑昌 林佑昌也是個沒機會 蔡英文現在連理都不想理他了 所以 這個就是擺在眼前的現實 民進黨沒有 民進黨根本不是在看民意做事情的好不好 民進黨是看他自己的利益做事情的 那有人說陳時中現在民調掉下來了 看起來好像 不及格59分 59分 59分很高了耶 我也覺得其實也沒那麼低 59分我覺得超級高耶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去年在這個時間不是也發生過嗎 去年從4月疫情開始吃緊 然後三級警戒 然後大家也是罵聲一片 然後咧 然後沒事了 罵完了就過了 罵完了就過了啊 陳時中民調不是一樣回聲 一樣很高啊 然後年底選舉 國民黨也不是這樣大敗 對不對 這個擺在眼前的實況嘛 所以 今年他們就是想要複製去年這個時候 所以為什麼他要這麼早 在所有的要務 欸賓哥你講對了耶 回聲耶 你看啊去年5月的時候疫情 本土疫情好像掉到70分 然後結果今年4月又回到70分啦 中間是掉下來了 真的是有回來啦 就是表示我們台灣的民眾是 很健忘的嘛 是金魚與腦嘛 很快就會把過去的事情忘掉 因為說真的去年 雖然不包括打疫苗的 包括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死的 總共加起來快2000人 可是那又怎樣 也不過才2000人 萬分之一 1萬個家庭裡頭有一個受到影響 對民進黨來講那算什麼 沒有什麼嘛 所以對絕大多數人來講 還是馬照跑舞照跳哪有差 根本沒有差啊 陳忠祐也是這樣想啊 他們今年為什麼要在 所有的藥物都還沒有準備齊全 離療資源沒準備齊全 什麼東西都亂七八糟荒槍走板的時候 就硬要給你開爆 因為他們看了 人家是看時鐘辦事的 他真的是看時鐘 那個時間差不多到了就一定要開啊 我管你管你到時候會死多少人 那是你家事 反正他們這些高官 就算真的不信眾了 他們所有的醫療資源都在他們那邊 他們也不會怎樣 台灣為什麼最近會死這麼多人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根本沒有醫療資源 來不及救他們 讓他們死的 對不就是這樣子嗎 對可是高官 這些民進黨人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啊 所以時間還是照時序開放 照時序開放的時候他們的 這個算準的停損點就是 大概到七八月以後 就算疫情沒有降得很厲害 至少大家也習慣了 你知道人都是麻木的啊 我之前我兩個禮拜前就講過 每天如果每天都死幾十一百 你每天看習慣你就沒什麼感覺了 那個人命對你來講就變成數字了 那實際上防疫指揮中心 從頭到尾就是把人命當數字 你看陳建仁陳時中 不是一個個都是這樣的嗎 蘇貞他也是一副我們防疫好幫幫 那些死狼都活該你自己 你自己太虛太弱 所以才會死 不就這個意思嗎 所以陳時中的民 我跟你講 你現在看他往下掉對不對 59點多對不對 59分 我跟你講過一個多月他又上去了 那你要想想看 現在在台北市競爭的 一個黃珊珊一個蔣萬安 他們兩個民調很高嗎 也沒有很高 陳時中就算現在掉到59% 請問一下蔣萬安又比他高嗎 對不對 在整體的網路聲量來講 或是其他的制度來講 蔣萬安都不見得比他高欸 所以不管這個疫情演變得如何 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或是對甚至對其他的在野黨來講 台北市絕對是一場苦戰 陳時中沒有這麼好贏的 在這邊呢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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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